他说全部都是蟹货 所以我都打算看你能否帮到他 Frankie Chow 他就列入了一堆股份 你看看有没有哪一只 你有感觉去回答他 因为他也列入了很多一只 他就去9988 260元买入 6618就是118元买入 3323就是11.64元买入 3311就是5.4元买入 823是80元买入 还有5号是57元买入 最后380元560元买入 真的很高 我们很难说一只帮他分析 但他说因为全部都是蟹货 应该如何处理好呢 有没有概念给他 大概有一个方向 其实全部股份都不是差的股份 只是买入价 对 买入价不是那么好 但如果说业务的看法 即将来有没有能力 可能不要说回到加价价 贴近加价价来计算 那以分最弱的话 就正是MASA1 和深深23 应该这两个是比较难一点的 因为始终热务不是差 但真的弱得很重要 估值是惨得很重要 但始终资金是减不起的 而且不够汁 对 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 你说生肌症他们也不是 但传统到他们也很传统 所以就很难移动一点 所以如果说比较去解决一些 这些蟹货问题 我宁愿你是忍受狠心一点 减减这两只 因为其他那些 譬如阿里巴巴、港交所、京东健康 那些全部都是有增长的 那些我觉得只要示范气氛更好 其实是有条件上去 那些就不太担心 就是值得等 对 值得等 但是反观这两只 始终真的比较黏 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 看到是蛋糕多一点 我宁愿就减这两只 就是好过你不断坐着整堂货 我宁愿你减这两只出来 振回钱 你要再买其他货 或者再加本身剩下的也好 至少叫灵活度高一点 好过就全部减死了在这里 所以我想如果减减 我会建议先减 MASA1和MASA323 例如823、5号、MASA388 这些比较 有点稳定 本身大家觉得 但是现在近期都是 也不是的 结果完之后又再升上来 823和5号那些 那这些又 这些我觉得值得拿着的 因为5号 当然我想股价上 大升价真的比较困难 但是起码它都 像你说的 都由20几几三十元 都能上回来50元 其实都不是一个差跌表现 刚才说的银行股 都说到 就是你往后有个加息的憧憬 其实对它的业务面方面 是有些证明的推动的 而领子也更加是 始终本身都有一定的收息概念 就是你有收息的话 其实就不太担心 价格会怎样有一个很差的表现 而来我想它也有很强的 一个本地复苏的概念 就是你无论接近 说的一些疫情的通关 或者是消费券的因素 其实对它也是一个正面支持 而且以分它现在的价格 无论从股值 或者它现在的息率上看 都是它过去自己 这么多年以来 最吸引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 只要因素上说 不是突然转得很差 你说要领展823跌得很深 我觉得现在这些位置 机会性不大 所以我觉得这些 可以不妨担持它 所以刚才说了一群 我想我自己最有感觉 就是MAR31和3323 比较有机会弹高一点 可能走一走才会好一点 是 是